大家好,歡迎來到第八十一集的寶藥黨,我是白兵 大家好,我是寶哥 今集我們有嘉賓 先看看封面,是不是食物很好吃 今天我們是否介紹食物,是否介紹餐廳 不是 還是我手殘打錯題目,為何是酒中蠟燭 因為看到這個蠟燭,覺得食物很好吃 究竟是甚麼事呢,要問問今天的嘉賓 有請Tim和Yoyo Tim你好 Hello,兩位支持者好,我是Tim Hello,我是Yoyo 要介紹一下 又是寶哥的威能 不要這麼說,因為真的這麼巧 其實我認識阿Tim已經超過十年了 有 本來跟阿Tim不太熟,但我們是以前大學時打球式的 我們是隊友 然後一直都沒有什麼交合 交碟 以前在科是會交合的 在科會交合,但不是跟他們交合 說到真的有,但只是小 我不知道 我不是到藍色 香港是多元化的 接著 去到最近 一直在想 現在我們想盡量多一些不同的手作物 或者新鮮奇怪的東西 也好,漂亮的東西也好 邀請回來 有一次 最近也有留意到 因為Tim的Facebook我有 然後看到 偶爾會鋪一些很漂亮的 野食相 但多看兩眼是蠟燭 然後就問 有沒有興趣去說一下這個故事 你們做這件事的故事 就邀請了阿Tim上去了 另外 Yoyo其實他們是兩兄妹 因為我今天第一次見他們 第二句就問 你們很不像樣子 兩兄妹來說 是完全不像的 所以他們都很尷尬 其實我們都有困惑了幾年了 有時候嘗試問一下 媽媽究竟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古古畫畫 他有沒有透露有些什麼 暫時查不出應該也有血緣關係 好 我們去看看今天的主題 去看看主題 事緣應該是 Yoyo有在韓國生活過 然後有學了這門手藝 那詳情是怎樣的 如何開始 事緣其實就是 在韓國生活過大概兩年 其實那時候過去韓國讀書 讀書為主 就不是想去學做蠟燭 就是畢業後 我又是立刻找工作 我們跟你們差不多年紀 同輩 做了一份工作很長時間 覺得要休息一下 我本身一向很喜歡追韓劇 普通原因 這麼久有沒有看這個社內相親 當然有 但有沒有看25、21 我真的沒有聽過 25、21 我自己覺得 比社內相親更加好看 不過他那邊是青春熱血一點 社內相親比較有趣 我是看金世靜 好啊沒問題 下次上來再講韓劇都可以 繼續講下去 要講這個 Big Bang Comeback 那首歌是最後一首歌 他應該出了這首歌 就拜拜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因為歌詞都很疼 好再見 還有他說他的封面 是Beatles最後一張CD的封面 那首歌也是四格 而且音樂裏面有一個寓意 是他沒有四個人的合照 沒有合照 好我們再講話 還這樣說 他搞不定 我歌會很悶 我聽得很好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也很新鮮 說回韓國生活 我想大概是兩年前 其實就是剛剛疫情在韓國爆起的時候 爆起之前半年 我就已經過去那邊讀書 就是讀一下讀一下 其實本來打算要休息 半年 然後就回來香港 可能再繼續做一個打工仔 然後讀完半年之後 疫情就爆了 然後香港可能就有些社會運動 那時候家人就說 算了你不要回來香港住了 那你就不如繼續在那邊讀完 然後我就覺得算了 那還好 我就把心一暈 就將課程由一級到六級 其實整個韓語課程是六個級別的 那你過去就學韓文 對 學韓文 那我去每個級別大概三至四個月 那我就一次過讀畢業 就讀了差不多接近兩年的時間 讀完之後 其實韓國就很流行玩很多不同的手工藝 那時候就很喜歡跟同學 不同國籍的同學 週末去參加不同的手工藝 因為那時候 老師很鼓勵我們去玩不同的東西 你就可以學到 其實那時候就想跟多些當地人溝通 韓仔溝通 那你就可以一邊學到語言 然後很機緣後就去了做蠟燭 那是一個男老師 很受歡迎的 又不是 他就教得很好 又不是 他就教得很好 感受研的樣子 不是 就是不是這樣 還是很粗獷 對 太英俊了我就覺得他騙我 他就覺得一個很老實的一個韓國男人 但是他的手很漂亮 我只可以說 很滑的 應該碰過 他就教導我們一班留學生 很有心思 因為他就知道我們的韓文等級 就不是很好 不是很流利 很有趣 閒談之間又會夾走一些很簡單的英文 人家都看見他很努力的 我又覺得可以一起讀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都差不多要回來香港 其實我應該只剩下三個月時間 我就要回來香港 那我臨去決定讀之前 其實我也有看過香港那時候 手工蠟燭究竟在做什麼 對 做什麼 原來那時候 香港也是可能疫情 還是社會因素 令到一些人很悶 屈住在家裡 就變得很興起 如果你有留意 韓國那時候就是流行 又是去做手工蠟燭 然後有些明星效應 又去做 空笑 空姐 就是被人裁了完之後 又去開拓新領域 有人說手工蠟燭 很多空姐 空笑 開咖啡廳 之後糟糕 之後玩完了 之後糟糕 就變成這樣 他就覺得還可以 既然來到韓國 就學了 我還記得我報名韓國的老師 決定去跟進證書班課程 那個老師也跟我說 香港其實也有 你不去 你不回香港 用你當地的語言學 會不會學得手工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來到韓國 我當然想學正宗的 然後他就收我為徒 那我有個問題 關於這個手工蠟燭 有沒有說這種好像很漂亮的造型 其實它的起源是在哪裏 或者是怎樣出現的 其實韓國的手工蠟燭 比較出名的 可能你當作兩至三個協會 我們是其中一個協會 CLAB 即是CLAB 他們的起源 其實還有一個 歷史悠久一點 是KCCA 即你在香港 基本上佈韓國的蠟燭協會 可能是以這兩大協會 為主 KCCA就是 一些基本的工為主 你都可能在柱葬的蠟燭 上面有些乾花 有些隱藏 想像到的畫面 是的 CLAB 它也很新的 它是2019年 在韓國才 自己成立出來 其實它原本都是源自於KCCA 但我就拿了它的基本 再加上自己的一些 創意 是的 創意 其實你比如說 你見封面那個 即是蛋糕 其實是CLAB 即是CLAB 他們最名牌的一個 即是他用一些烘焙的原理 來做蠟燭 變成好像一個 很仿真度很高的蛋糕 他紅了這個之後 他就不如我做一個 很全面的證書課程 動枝旗 插枝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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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大一點 這個也挺受歡迎 因為它的外形等等 如果我想做一枝蠟燭 如果柱狗和這隻 比我的雞 覺得這些比較有趣 當然是找一杯咖啡來點 對 你用咖啡來喝 我都一夜點氣 是的 我記得有個同學之前 來買了一個 送給他的朋友 買了一個牛角包 和一杯檸檬茶 然後他說他的朋友 放了在辦公室桌上 然後那些同事 每天都覺得 還沒吃過牛角包 然後每次走過飛機 他說不要再問我 牛角包放了半年 不要再問我這個問題 蠟燭 都沒有法務 糟了 我很想買 是不是有得買 這個真心 真心 這個咖啡加牛角包 我們其實有得買 不過我們之前有放試集 有得買 但我會覺得 如果你喜歡 你上來玩會開心一點 你可以製作 我拿剪刀剪 也剪不到直線 我們就是喜歡你 還剪了 剪不到直線 我剪刀剪證明你是藝術家的性格 我畫不到直線 我不是不想剪直線 我是剪不到直線 這個東西 我是手殘 不是的 很多人 我們有很多情侶來上課 男朋友都來說 手殘 隨便 隨便 你隨便做出來的樣子 是漂亮 很用心狂做的那些人 通常freestyle 比較漂亮 但你本身沒有手作的經驗 你本身是否喜歡做這些東西 我本身喜歡試很多東西 例如之前做銀戒指 或陶瓷也試過 但是基於興趣班玩 試玩班 我沒有強項 我沒有哥哥那麼厲害 他的強項是有藝術家的脾氣 這個也很重要 很重要 先天有脾氣的執著 沒有氣場 那個人一來就不 那些他有的 其實玩什麼都可以 那要問一下阿Tem 你本身是否 那妹妹就去韓國學 你沒有去到 但為何又會一起搞這些生意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被她倒進去一起玩 其實她學完回來 其實她本身也有 一邊學習 一邊分享一些照片給我們看 很漂亮很漂亮 其實當時我也是無動於衷的 說一句 剛好那段期間 你要知道香港是比較亂 有些人的疫情 我當時就在想一件事 其實我打工可以打到多久 我在想我的職業 我的生活 其實說到60歲 60多歲的退休 其實是不可能的 你50多歲不被人採 都很聰明 我就在想 與其是這樣會不會 早一點去試一些新的東西 自己找一些東西來玩一下 適逢那一陣子 她差不多回來 我就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崗位 變成一個行人 我當時就說 我沒有什麼要搞的 我就跟你學一下蠟燭 學一下就找到一個興趣 你問我本身我是一種什麼人 其實我自己都喜歡畫畫 砌模型 有時候喜歡玩一些無聊不等小的模型 那類型的東西 我就很喜歡看 但是你說是否很專業 跟過什麼人學過畫畫 又不是 我也是說一句 我的興趣都是在這方面 都是用手做出來的東西 你都可以這樣說 喜歡一些手作的東西 但是你們是做得很漂亮的 有時候我的感覺就是 你們學歸學而已 做得這麼漂亮是 天分 一天分 二是要一些時間浸入也好 很有心機也好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們好像說到 其實我不知道 隨便上去興趣班 但我又做得這麼漂亮 你各各講是這麼說的 其實我們私底下下了很多功夫 當然現在講的時候 好像很輕鬆 但是有時候你玩這些 除了你有那個sense 我會說 你有些東西要自己設計 自己create出來 另外一件事是 基本功這件事就說不到 我會說是你做得多就有了 你也是要擺時間上去 天賦可能有些 但是你也要放很多時間下去 你今天看到這些照片 都不是我一天之間可以 我一學立刻做到 其實也有落到苦工下去 都要時間浸淋 這個真的是 但是因為我第一次認識 Tim和Yoyo 剛剛想要做封面的照片 貼出來 就上他們的IG 其實下面在資訊欄都可以 大家可以按進去 我剛剛去的時候 我就奇怪 你們不是做蠟燭嗎 為何有這麼多東西想的 我還想 難道他一次過做兩樣東西 可能他又開咖啡 又賣蠟燭 之後才知道 原來是 因為有些是影片 我看到原來是蠟燭 炸點噴煙 你們這些是自創的嗎 還是自己想著這樣做 如果你看到和果子蠟燭 就是我哥的自創款式 但譬如做蛋糕 做蛋糕是正書班裏 一些固定的基本功 但其實你都可以 在你認識的這些 技術上 你去想一些新的東西 譬如封面那杯咖啡 其實它是特別的 其實我覺得做蠟燭 譬如做和果子也好 或者是自創款式 其實是你對於生活上 你觀察了些什麼 譬如我自己很喜歡喝咖啡 喝特別的通力 就是有一次 可能是 那個也是基於有個學生 他看到我們一杯檸檬茶 然後他又很喜歡喝咖啡 就說我想做特別的通力 做不做到 那大家一起在想一下 djam一下 djam一下 拿不同的蠟燭材料 混合不同的顏色 就做一下這種效果出來 其實你是因為對於那種實物有認識度 所以你就可以 不是這樣說 你就可以 就可以練習出來的東西 就是我哥哥很喜歡日本文化 有得去旅行一年去四五六七次 很多香港人都是假香港 我就是韓國風格 喝咖啡 咖啡 咖啡 你就會看到他就是因為觀察得多那邊的東西 而他做起上來的時候 就得心應受一點 我會這樣說 拿到一些神髓 對 例如你看一位介紹 李太太是做蛋糕 可能她來做製作 她也是學了基本功 但你擠花荒的水果 我可能一定是我們沒有製作蛋糕的人的想像 會不會呢 來到還要製作蛋糕呢 還是會製作蛋糕呢 應該會 炎都爆了 做到蠟燭都不放過我 可能製作狗 有呀 我們有動物的 但是動物的 但是很慘 燒了 用了 那些動物做回去就不少 我們曾經試過燒一隻啤啤熊 還是一隻老虎狗 你看到他的腦子開始爆漿 哇很殘忍 不要弄 那些可能都是擺多 對呀擺多 那我就完全是不熟悉這個產品 手空蠟燭除了 他的樣子可以很有創意 自己去研發怎樣製作他的樣子之外 那他應該還有要加一些類似蒸油的東西 有些又有香味 那些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手工蠟燭裡面 其實是由你用一些蠟材 混合顏色 加香味都是自己一手腳作用的 那精油就是會用蠟燭專用的精油 那他的精油其實跟平時混合香水那些是不同的 因為那個揮發的溫度會有少許不同 譬如蠟燭用的精油就是要高一點 因為應該是你點火才可以滲出來 那香水那些就溫度低一點 這樣你就可以用人體的溫度 已經可以滲透那種味道出來 那我們基本上大部份做蠟燭的精油 已經是買現成的一枝枝 去幫你混合了味 那當然有些再玩得更加進行一點 去直接連精油都是由不同的基礎自己混合起來 我都對於香味都想再進修一下 不過這個再考慮一下 你要學一些香薰相關的 其實那個時候我記得 我在韓國學蠟燭的時候 我也有問我韓國老師關於一些創業的事情 因為我有跟他說 其實回到香港我是想自己創業 他都分享了很多東西給我 因為我有問過他其中一個就是 現在有很多工作室 其實又有學做香水又有學做蠟燭繁 他怎樣看一間工作室 是你多元化一點還是專注一點 我那個老師其實是跟我說 他是走專注老師的 他會覺得我想做蠟燭 我就是做到最極致的 即是更加進行 我都某程度上很認同他 但我回到香港 見到香港的工作室 就走多元化路線 但可能就是適合香港人本身 就是想喜歡什麼都玩一點 就好像白兵電台一樣 什麼都有 就是不專業 我沒有這個意思 不是說笑 但是我欣賞的東西 我很喜歡日本叫匠人 因為之前我們邀請過一位做銀器的朋友 我是很感受到他對於那個熱情 執著 我是超級尊重的 因為我本身是白兵電台 但沒有東西是精的 所以特別尊重的 我也有一點點是這樣的 不過我跟我哥哥的風格有一點不同 他可能是執著穴 剛才說他做和菓子 其實他可能當初自己做一粒和菓子 他都用一天才做半粒出來 那我就不是這些 我也是那些白兵電台 什麼都想試一下玩一下 那你們一起工作的那個 那一會兒我也想問 一定很多 因為我跟我太太一起工作 我就超級多磨擦 你主要是被他罵 主要是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你們一起工作應該也有這些 就是叫做老公 就是叫做要哄老婆 但是兄妹這些應該沒有臉皮 不要說那些這麼勇馬的事情 想吐我 哄這些 那有沒有這些 有的 我覺得人們活到這個水 每天都在學習 因為我整個覺得 我工作已經做了十幾年 我都算是一間公司的老屁股 有什麼風浪我沒見過 有什麼氣我沒受過 哇來到隊員 原來這個真的 哇 然後每天你會 不是 一開始確實是 我終於明白 那時候剛剛在賽 我終於明白什麼 叫做 你千萬不要跟這些熟人 朋友創業 雖然不過你們現在是這樣 我不是在說你們 我們不是很熟 我們不是很熟 合作關係不是很熟 OK明白 這樣比較好 一個星期見兩天 很快 就變成是 確實有很多事情 大家的想法不同 那你那一刻表達 又未必是對方 即是很購入你那種想法 你就會有那個磨擦 有那些情緒 是的 但譬如有時候 我們不是面對面說 尤其是兩兄妹很尷尬 即是你公司同時就說 喂 開會 你其實跟自己人無故 你為什麼不跟職場 坐在那裡開會 很多時候都是 可能發訊息 然後見面說兩句 那有時候一邊說下去 就是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那個語氣和想法 但是你可能聽的那個人 或者 踢了那個位置 是的 那你就是小小東西 這樣爆出來 那沒有 開頭那段時間 確實覺得是 都挺痛苦的 不過我覺得 幸好就是 我們本身 我自己覺得 我們本身的關係是不錯的 其實從小到大 我想我們 很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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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 整個家庭的關係 即是我們還有一個 對上還有一個大哥 即是我們三個 不過他再年紀大 我們少少少 他是認真人 即是我們兩個是搞搞少少 其實也是這樣 大哥就要鎮著牆 我也是認真的 不知道出來就是經常被人恥笑 所以 是的 然後我就覺得 幸好是有 這麼多年輕妹的一個 很深厚的情緒 如果不是我想是反了桌 如果是朋友的話 以我自己的性格 我想是反了桌桌走的人 我想是 可能大家之前都 第一次創業 之前都是普通打一份工作 你知道公司都有程序 有什麼 拿一些SOP出來談 但譬如我們兩兄妹去 弄這間公司 老實說 都叫做是 搞了 好就搞了 這樣就沒有事情要談 其實事實上 是有很多事情要談 但是沒有這件事 所以變成真的 賣到身後 有些 比較敏感一點的話題 可能大家想的 不同 敏感一點的話題 包括 每個課程的定價 再加上 可能 我們給學生的指引 例如你報了課後 給你改多少次 其實是細微到這些位置 很operations 例如你遲到多少分鐘 我們當你是延遲 聽上去大家 現在都覺得 你這麼多要談 但其實原來也是 他十分不喜歡人遲到 你知道我也是那些 三個開始 我覺得你上個興趣班 其實是不是要給到這麼 限制 但之後我都 拿了他的提示 我覺得是 其實你報班等著上課 你不是因為興趣班 就是這樣 我們後面的人的課堂 都因為 就會倒進去 這樣 所以就是很多 小一點的事情 就談 不過現在比較好 這裏當然是比較好 但我一直在看你的桌子 有沒有理氣 沒有 沒有 我覺得自己的脾氣 提升度 是另一個層次 有成長就好 謝謝你 我想這樣說 我覺得是緣分 你很鼓舞 因為我自己 我有個家車 但我跟我太太 我太太也是小的 她有個哥哥 但我們跟 睡眠的感情 不是很接近 所以我特別覺得 能夠一起工作 是有深的緣分 這個也是值得珍惜的 所以 我不用擔心 你單挑 我沒有兄弟姊妹 算了 不是的 通常沒有那樣東西 就想有那樣東西 不是的 跟人之間的相處 是會弱一點的 比起有兄弟姊妹 對 然後我想問一下 你們一起加班的會 有沒有試過對著 你這樣教 不是這樣教的 有沒有這些 有有都是在心裏面說的 就不會說到 說到出口 我會覺得有時候 譬如一開始教 其實你如果這樣看 其實她學蠟燭的年資高過我 經驗應該高過我 是 我一開始教 尤其是學完之後 沒多久 我覺得自己也有少少 可能有少少矯枉過正 可能兩個小時的會合作 可能為求 想一些東西做得很漂亮 有時候 都經常想一些學生做得最好 逼他們 或者是 很多時候都跟他們說 有少少瑕疵都被他們再做過 這樣 可能這件事本身已經是 其實未必每個人都會受 包括學生 有些學生心想 我們玩幾個小時 打個卡 加個濾鏡 就算了 你又用了我的東西 他比我還生氣 但是這些時候 我自己可能是 剛才你說的那件事 可能是他心裡想 沒錯 又來過 已經超過了15分鐘 但現在自己也會有些調節 調整那個鬆緊度 他來的主題是有些不同的 有時候我現在就喜歡 一來到我會跟他走一兩句 摸一下他的底部 想拿東西走 還是想認真 我感覺到阿天那些 你要做垃圾拿走 難道我會阻礙你嗎 我們都會 都不是的 都會真的想想這些 其實不能強求 我會這樣說 不能強求這些 即是完美主義一點點 他是完美主義者 他經常會覺得 我們鋪出來的東西 學生是想要做到這件事 但我的立場是會覺得 你如果覺得是你鋪出來的東西 如果你的學生也能做到的話 那你就坐我的位子 當然是你不要太噁心 我也不喜歡有些工作室 不是我們 太噁心就要踢了你 譬如你只是拍照漂亮的 如果學生出來 每個人都垃圾 你就會被人唱 但有時候一開始 看到我的歌曲是教得很仔細 然後我會覺得 別人來上兩個小時工作室 你教了證書班的技巧 說了一些秘訣 我還記得有一次 現在說回來很少 但那時候 他爆了我一句 我那一刻是不開心 我記得他上課 他背後看到我的手 我就在那裂他 我提醒他 其實我沒有意識到 他那一刻是不喜歡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訊息上吵架 然後他在那裏爆我 他說你圈我什麼圈 是歡樂滿東華嗎 現在這樣說 是不是真的有說到歡樂滿東華 你弄得我好像很老一樣 然後我馬上笑了 我還會覺得 原來我這個洗世 是ViuTV的頒獎節目 真是好笑 現在你回想起來 就覺得整件事很低能 但那一刻聽到 我都會在自己 原來有時候 你做一些小動作 人家是主導教人的 你不應該那一刻 你不應該那一刻 你怎麼都不開心 那一刻他在維持牆 他在維持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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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知自己的情緒 都維持不住 就是最後就是這樣 我沒有想過 我那個小動作 他在維持牆 有沒有這樣學 通常是很少班 兩個五個 還是一夜二十個 我們主打 叫小班達教學 但基於我們的學校 不大 而且我們通常會安排 自己的一個部份 為一個課程 我們不會配合 一些不懂的人去上 大班都有教 大班的經驗 可能是一些公司的訓練 或者一些學校的蠟燭學會 我們都是固定會去學校教 學校的蠟燭學會 大學那些 我以為是玩一些 中學 滴立 滴立 你不要像中五中六學生那些 中學 然後幫他催融一些蠟燭 他說 MISS你過來幫我催一下 就是離開 是這些 兒子也是這樣 搞得我多害羞 如果你是去男校 我又很想搭嘴 但當直會有一個跟著 MISS在那裡 又不可以 幫你催你是不是OK 不夠膽太投入 真的有個認真的MISS 他坐在那裡很遠看著我們 不過他也好像偷笑 他有偷笑 他有偷笑 但你那是男校 男女校 男女校也是這樣 很愛防藝 很開心 很開心 男校就是這樣 男校就是這樣 但是男生是這樣的 也挺開心 不過疫情之後 其實原本我們最後一堂 在那些學校 應該是聖誕節的時候 他們還有DSE考生 我們還跟他說 放完暑假 我們最後一堂 送一份禮物給你 逐理考試成功 誰知道到現在 都見不到 很傷心 那些學生 他們也學得開心 學得開心 其實就是因為 當初進去選學校 本身是他們三個月 搞一次大型科學活動班 我們是其中一個 給他們選擇的選擇 之後聽那個老師 跟我們接觸的老師 就是說 覺得學生很喜歡玩 很受歡迎 然後就變成 跟校長申請 我們變成固定的學會 也好 現在沒有浪縱學會 和Scrackle學會 沒有了 浪縱也沒有 現在全部都玩了 什麼 有化妝 瑜伽 他又對 你幫我 可以去教做YouTube 你要讓我選擇 去做朗誦還是瑜伽 一定是瑜伽 一定是瑜伽 他也想做瑜伽 因為那個瑜伽老師 就在我們旁邊的課室 他吃了一個女兒 直接進去 那個人 那個人緊緊緊 這個女兒 想拉一拉筋 你先教著 我 緊緊緊緊的火 我想學瑜伽會更開心 那些男同學 比那個男同學學瑜伽 因為我有在大學上過這些 很尷尬 其實是不好 瑜伽班嗎 類似那個叫Pilati 都是現在的朋友 只要你不尷尬 就是他們尷尬 真的很尷尬 全部都是女 只有二十條女 你是不是要穿著瑜伽褲去學 尷尬的位置是女生年紀偏大 不是 大學的因為全部妙齡 很開心 但是因為是二十個女生 兩個男生 是很尷尬的 你當初報名 就遇到這個心情 我報名的時候沒有遇到這麼極端 而且我真的純粹想嘗試新的 心態未夠 而且它是寫Pilati 我以為都是那些Pilati 然後它這樣寫 我也知道是類似瑜伽那些 但它有說是訓練肌肉 是Core 是Core 沒有去到瑜伽那樣 真的要拘捕得很厲害 然後我打算會不會多些兒子 都是傳女 OK 真的很難搞 其實是不開心的 太尷尬 肯定經歷過一些事情 因為你不知道要看哪裏 你看鏡子都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你連鏡子都不能看 又要避 看著你 有一刻很尷尬 就是那師傅說 不要再看 然後那時候我心想 糟糕 我沒有真的看 只有女生看著我 我還在看嗎 我糟糕 我沒有 你立刻看著你旁邊的另一個男生 那天還要 叫你不要到處看 那天還要只有我一個男生 因為你的興趣班可以不想 那天還要只有我一個 然後那師傅笑淫淫的 不是在說男同學 所以很尷尬 那師傅還要對你有興趣呢 沒有 那師傅是鍾佳欣的樣子 很美女 那繼續上吧 不尷尬 高高瘦瘦是美女 旁邊的女同學都很美女 否則怎會到你現在都記憶猶身 怎會記10年 這件事真的 我們先說蠟燭 我們變了主持人 說問我 大班也有試過 小班也有 有沒有情侶 只是兩個上來情侶學 有啊 很多 情侶喜歡來玩 通常都是女生來預約的 然後帶男朋友來 但我也試過紀念日的男生 就是了 就預約了 然後就說 就跟我們說 來到才會選擇做什麼款 給女朋友 好像一個驚喜 我以為說你先幫我做好 這個我做了出來 好像方太教主送的桌子 就拿上來了 不如有一次 我教的那班是 一個男生來報 其實男生來報 我通常都是遇到 你也是帶一個女生來的 來到也是真的一男一女 來到之後才發現 他們原來不是情侶關係 但是那些 像是第一次約出來見面 因為 交友APP第一次 我不知道是交友APP還是什麼 那個感覺是 行友和戀人之間的那種關係 因為尷尬在 其實你上來訓宅 在中間有很多事情跟你說 但他們來到就在互相介紹自己 他們兩個聊天 平時我喜歡去哪裏吃東西 去哪裏外國讀書回來 你感覺到是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是完全 我要背著他們去找工作做 你蹲回桌子 上課吧 不是 我是說完這些步驟之後 他們很快已經聽完 他們就有自己的時間 但其實我們那道文章好像是一張桌子 我就要看著窗戶 但他們就在自我介紹 我都覺得挺搞笑的 你自我介紹就有一份 那這樣就變成sit dating 那這樣就變成sit dating 那這樣就變成sit dating 這個很好笑 大哥 我在想著 我看這個男生下次再預約的話 會帶哪個女生去 帶一個套路 那最後是否OK 你覺得他們這樣玩完 最後我覺得都OK 都愉快 不過其實我覺得一個男生很聰明 如果真的第一次見面 是帶一個女生上來做workshop 我自己這麼想 假設我是女生 我也覺得這個男生都很細心 對 你起碼不是去吃飯 有心思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第一次見面 你覺得那個男生不是很外貌 不是你預期的那種 但你起碼有細藝做 你不用勞勞吃餐飯 很糟糕了 怎樣頂你 難道怎樣頂你這個時間 所以我覺得那個男生是聰明 所以他們的過程是愉快的 這個又多一節 又多下袋 又多下袋 是不是又多下袋 又多下袋 即是如果大家在家用app 我喜歡去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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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可以去到 有沒有好像ghost 那些陶瓷 那些陶瓷兩個 握著同一個東西 然後播音樂 我拍熱身 手氣碎泡 蠟不可以這樣創 這個也不錯 其實我覺得 對於一個新色 第一次見面 對呀 我覺得這個聰明 即是你可以解決到她的期望 還有你給這些照片 那些女生一定會覺得很美 怎樣 你想約我吃東西 不是呀 我想這些蠟燭 我又很有興趣 你有沒有興趣試試玩 因為我也在找外婆 我想試試做 你不用想起你心目中的台詞 說給我聽 不是呀 要跟那些讀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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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另外就是 如果我看到你們也有些禮物訂 訂制 我不懂讀 訂制 很奇怪 如果我看到你們IG 或者你們有些產品 但我覺得很棒 我想買的 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還有現在是 大家不能見面 我們還沒幫你寄上去 那些心意卡 我們是特地 那一套是有了一張心意卡 你叫我們幫你代寫一些字 上去寄上去 給你那個收禮物 都可以的 都不錯 還有裡面那些 那張卡都幫你寫上去 當然不是幫你寫很噁心的 可能寫一些正常的東西 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要求寫一些厲害的 寫手 叫我作首詩 你幫我作首詩 我會叫我哥哥去搞 不是吧 是 因為我突然想起一些很三級的 我想起MC人那個灰狗 弄這個 可不可以 有沒有些人有些很特別的 對 那他是看到 應該是個宗子隔 這個是打火機來的 這個這個 他看到照片就說想要那個 那他有沒有一些 我想弄這個 就是我想弄這個 巴斯光年 有沒有這些 其實蠟燭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可以手捏蠟燭 你好像當是陶瓷搓出來 和菓子蠟燭那個系列 其實就是拆出來的 自己用蠟燭 即是你什麼造型都可以初倒出來 有另外一種就是 我們可以拿一個直膠來賭帽 比如把你桌面這個東西賭帽 賭完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直膠帽 你可以再賭一些大陶瓦去做 想到一些東西 你看著這個火機好像想到一些東西 剛才說一說賭帽 但至少要等24小時 你等24小時 所以就 即是要保持24小時 是呀 這樣不行了 打石膏也不行 你要保持著吃藥 力有不低 不行了 不可以了 其實通常都有個 我怕你壞死 我沒有在說一隻杯 我怕你壞死 那這樣也不錯 因為我立即想到一些東西想弄 不是想賣 這樣說 之後賣後鏡 這些很好 真的 有些學生就會拿一些他喜歡的公仔來賭帽 其實有一次特別一點就是 有一間社企 大家擺檔 在哪裡 在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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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有個美女就走過來 請你吃粒糯米池 我心想起 有些材料到 無事天恩勤 有些材料到 原來他是想什麼呢 他請我吃粒糯米池 原來他問我們可不可以做到粒糯米池出來 因為他自己本身 原來自己是買開一些茶果 糯米池 即是香港傳統糕點那些東西 他就問我們 即是可以做Display還是什麼 沒錯 沒錯 就是做Display 而一個Display還放在銅鑼灣成品 是很customize的一件事 之前不要說是賭帽 或者自己做的那些 是沒有想過會這樣做 真的馬上那個禮拜 跟他想怎樣去做這些東西出來 這個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想到 馬上想起一些蛋糕 譬如我店裡的蛋糕 我是用真的來擺Display 擺放得久 它很難得肉酸 這就是他們的關鍵 我自己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不想 尤其是那些 他們做的那些什麼 那些叫做茶果 看一下漸著那塊椒葉很容易 很漂亮 很容易焦 他們說很容易乾了 他就說看到火滾 看到也不漂亮 不如正正經經做一件事 可以放得久 他們是用椒葉漸著茶果去蒸 每一次蒸完之後 椒葉就會彎 還有每兩個小時就要換一個 那些時候他們還沒有在成品上 有一個BOOF 但他們開始要放一個BOOF 其實我沒有可能兩個小時就換一個 就找這些 但他們都很有心 他們是想找一些香港手作來做 其實你做食物Display 你可以找一些不同的廠商 他就說擺一些膠 用膠來做 他就說擺市集的時候 有留意到我們 就想過來 又是互相交流一下 和我哥哥交流一下 順便和你哥哥交流一下 原來是留意我們的蠟燭 只不及 這個不好 都促成了一樣這樣的 很特別的一種經驗 這個都可以跟我太太說 因為都真的很煩 譬如我們的蛋糕 例如我當作一件 例如我當作一件 可能我定期要噴一下水 那件又浪費了 就不能出 可能你放了兩天 一兩天 就基本上你不能出 那又是很浪費的 這個都不錯 它的保存上 譬如這些蠟燭的保存上 其實是怎樣 其實你只要不是有陽光直射它 我們也有提到羅米茲 你不要拿那些射燈射出去 其實射它不會融的 因為要很高溫才會融的 對 對 那有沒有做到公仔 會不會太複雜 公仔 可以賭武嗎 不是 像白兵一樣 對 有沒有這樣的 假設現在要做一個 好像我們這個poster 做一個3D 不知道 隨便說一下 我想都做到的 其實你說 不過問題是 你們想用什麼形式去做 其實賭武就是最直接 但是可能層次沒有那麼好 比如我賭了武 可能在分件上 事後上色 但是這個是最直接 最快捷的手法 以前也有人問過我們 在市集裡問過我們 我想做什麼迪士尼 某個公仔 問他可不可以做 不過我們唯一的關心 就是跟他說 就是怕一些 拘捕人的問題 可能給我興趣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 我當這件事 是教別人到商品 商業用途 那就是要小心一點 不是不做白兵 沒事的 做你的樣子 做我的樣子 可以再研究一下 那不錯 就是又可以送禮 又可以來上班 自用 學習 又可以聯誼 又可以追求女 根本上是萬能 是不能吃的 是 沒錯 是 如果好像糯米池那些 就不會放心 他要求不放的 因為他說想補充 就不會放心 放心 那也很有 我覺得他也挺有創意 看到這件事 想到這件事 他也有創意 那也挺好 那有沒有什麼想再問 我想問一下 如果譬如是 現在 如果譬如想去上課的人 其實 是不是也有不同的 可能有人想學專業一些 有人想學 興趣一些 哪些要多些 我們自己學習的話 都是 興趣班會比較多些 但是我們 怎麼說 我們的證書班 因為我們的證書班 是長時間一些 總共有29款 學足8堂 我們自己學習就只有 我哥和我們做 其實證書班是 緊接著每期開 但是我們始終都在做 一對一或者一對二的教學 其實我每收了一個學生 的時候 可能那個月 就已經證書班 我沒有辦法再收 或者是要平一理想 但是其餘 譬如你當整個月來講 另外的時間 就會是 興趣班的人來玩得多 但是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 多了很多太太 媽媽等級的人來學證書班 哦 那些太太沒有工作 但是你問他們 譬如我們每一次 收完證書班 但是我們都會問 你其實是想 之後是 真的會創業 還是你想做些東西去賣 還是給移民 有一技之長 因為我們都要 知道 因為我是想分享多些給他們 譬如你真的想是創業的話 甚至乎有些 買材料 或者留意哪些 哪些工具好些 我們都會提多些 然後唯獨有些媽媽就說 不是啊 是為了興趣的 可能小朋友大了 然後又覺得 做蠟燭 上完一堂 興趣班 覺得很有成功感 很有趣 他們就覺得 不如我就當是一個課程 每個星期來玩一下 見一下我們 可能又覺得我們搞笑笑 來聊天 也是的 譬如我之前去上過加排課程 就是新年代的東西 然後我也是上那個叫導師班 但其實不是每個人都結束 都是很決定要去做導師 但可能他對於那件事 他的興趣 他想認真 他想認真一點 更多 我只是來花兩個小時就結束 所以他們就會想去鑽研一些裡面的東西 我覺得多人是有這件事 因為其實每個人 他自己可能是日後有一個正職 但那件事他就是想再鑽研一些深一點 還有可能他們在不同的地方 已經上過那些興趣班 可能上那兩次 原來興趣班真的很興趣 我真的想做好一點點 就唯有 真的給多點錢 除了給多點錢 就是我真的要上一些 人家可能是給職業用的 才做得好的 就可以拿到我想要的東西 因為其實有時候可能他們自己都想去 做得好一點這件事 可能你始終只有幾個小時 其實他可以拿到的東西 一定不夠你去上一個 全層級的衣服那麼多 這樣就好了 好 今天 我問一下 其實接下來 我現在問一下 會不會之後 會不會之後 都會有些班 一些課程 是給我們的聽眾 沒有時間可以的 因為現在的時間 難說一些 可以 我們都 聊得那麼多 對 因為我們其實都想 為什麼我們會 都想多些人認識我們 還有 是想 一些人來做蠟燭的時候 你當是 試玩一下 娛樂一下 因為 確實是做的過程 是挺僥靈的 我自己覺得 你做完 花了兩三個小時 你又有一件成品 帶回去做的過程 都挺開心 混香味 混顏色 是很舒服的 因為現在香港人實在太壓力了 所以可能之後 我們可以看看 有沒有一些課程 是可以給聽眾 大家一起來參加的 來體驗一下 手工蠟燭的樂趣 我們遲些 我們現在沒有時間 但是聽眾可以 接下來繼續留意 我們 我們到時就會貼文 在那裡留言 告訴我們 你對於什麼蠟燭有興趣 我們就可以提供 歡迎這件事 為什麼 我覺得我們的文化 我們很喜歡這件事 甚至有些人 不是上來上課 有時他說 報班之前 我想上來看 我們都給他看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我覺得 我們大膽說一句 課真假實 最重要是你上來看 你上來看 所有事情就露底了 你看到就會找到一個差別 比如你說 我們越多這些渠道 讓別人上課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也有好處 譬如他上課完 他見到的東西 真是漂亮 他就告訴其他人 他就上來參觀 上來參觀 不用錢 儘管上來吹水 我們是很歡迎這些 相片可以造假的 對 想你吞飾 角度 但其實我們很想告訴別人 我們的作品一定比 真人一定比照片 更漂亮 對 我很喜歡阿Tim這些 你不喜歡我嗎 不是 他很難喜歡你 不是 他很肯定 很肯定 那些蔬果 那些蔬果 全世界只有我一個做 我不敢這樣說 日本也有人做 但在香港有沒有人願意這樣做 花點時間去教別人這樣做 我都很肯定 你們可以到處找一下 沒有問題 然後去到和果子那些 你不去搜尋一下 全世界有哪裏可以這樣做 即管搜尋 沒所謂 我覺得很帥 很棒 很棒 大家記得追蹤他們的社交平台 對 起碼看一些照片 看看什麼 對 交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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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平時在主頻道也是這樣 走女 我們平時在主頻道也是這樣 即是我 我 看一下 我的頻道的東西 你在其他頻道找到 你就去旁邊看 你就很帥 你就很帥 有時候不用太謙 他還做市場調查 如果我真的被你找到 那我就轉其他新的東西 我也覺得 你有那個能力的時候 我根本都不怕你很多東西 我很喜歡你 就是這樣 大家記得在資訊或留言 都可以按到他們的IG 如果你們有興趣就留言 想將會有興趣報班的 就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收集一下意見 我們就再提供一下 可能在某一集的節目 公佈可以上課 就是這樣 今集到這裡 多謝兩位 多謝Yoyo 多謝大家 謝謝 拜拜 下集見 拜拜